张子义这个球 误法也交代得很清楚 三 二 后仰 不会是一打一 中关从科比 最后时刻的干拔后仰 六比零 再结束了 张子义有着绝对的心理优势 好球 好球 这是比 张子义一打一打一之后 完全就坏了一个人 跟五打五完全不一样 真的要好好想想 这个五打五怎么打 五打五就不可能 人家四个人都给你拉开 你一打一 一打一你过了一个人 你后面马上就有斜方了 你顶着两个人上 那肯定就不合理 王老 您说完我之后 我就没再顶五打 都听你 你让干啥干啥 其实子义在五打五上 确实是他自己的短板 但是回到了一打一的 这个赛场上之后 他马上又找到自信 这一局 张子义晋级 之前那位子义 从位置训练的时候 其实跟着我 我特别了解他的特点 小孩子特别希望打球 训练也非常努力 这段时间的训练比赛 其实子义在五打五上 确实是出现了很多 他自己的短板 所以我当时也给了他很多意见 我说你怎么样能够 把你一打一的优势 融入到五打五里面 你才能够成为一个 比较全面的一个篮球运动员 子义拿到了这次职工布鲁克林的机会 刚才我赛前也说了 如果子义胜了曹芳之后 下一场打手发 有没有意见大家 没有 好吧 子义下场赶紧打手发 子义 给我 全场防守 追梦队的体能 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最后的三分钟 一定要咬住 张子义 过掉 再传胡祥阵 漂亮 好样的张子义 进攻端撕开了防守 成功的为队友找到了机会 赢得了宝贵的两分 子义 杜伟毅 张子义 好防守 漂亮 走 底线球 子义留后面 破全场防守 张子义加速 子义 留下 好的 杜松伟 固定 刘毅拖分 张子义 拖的 再拖 漂亮 张子义 拼命三郎 拼命三郎 单挑王的实力 刘毅队落后五分 第三节的比赛 只剩不到一分钟了 三打二 张子义 拼命三郎 拼命三郎 不愧是玩命的男人 张子义是说在我做菜前计划里边的第二个这个命具武器吧 因为当时我们在防挡拆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所以我就换了一个防守办法 我打得简单一点 我们就打突破 他就会一打一 他就喜欢一打一 在场上还不发挥他优点 就所有人拉开让他去一打一